欢迎收看校园新闻,我是主播郑子玄 今天是冯甲大学54周年的校庆 在这个日子里,整个校园洋溢着同学们的欢声笑语 而在冯甲,有一项历史悠久的体育赛事是大家绝对不能错过的 那就是拔河 今年的男子与女子拔河总冠军赛 选手们依然在拔河场上举行一场激烈的君子之争 下面来让我们看看现场的画面 首先上场的是冯甲大学舞运表演队 舞者们随着节奏奋力地摆动身躯 为观众带来动感的舞蹈 也替接下来的比赛精彩地打开序幕 接着登场的是女子拔河的总冠军赛 由运管系对上气管系 裁判一声令下 现场顿时弥漫着严肃的气氛 双方支持者都为选手们奋力呐喊 第一局由运管系取得胜利 而气管也紧追在后 成为第二局的赢家 由于运管系败不复活成功 两队进入揍死战 好 加油 加油 此时现场紧张的气氛到了最高点 最后在众人的呼喊声中 由气管系夺得此次的冠军 精险取得二连棒 第二场比赛由土木系对上杭太系 土木系拿下二连胜进入揍死战 即便处于劣势 杭太系仍坚持到底 最终土木以三比零拿下南二级冠军 明年将晋升南一级的赛事 最终场比赛由仙富系对上电击系 仙富系选手在头顶夹上小草 象征他们的决心和小草一样坚强 最终仙富系以二比零顺利赢得比赛 这次的比赛在众人的欢呼极客彩下顺度落幕 期待明年能够再次见证冯架拔河的热血及感动 冯架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播郑子玄 我们下次再见